香港娱乐圈上周最劲爆的新闻是什么 不用想都知道 那就是张志明 余文乐 跟恋爱一年的台湾女友王唐云 在澳洲低调闪婚 而获邀出席当天婚礼的唯一一名全中大咖 余文乐的好兄弟彭于燕 12月10日现身香港沙田马场出席赛马活动 我们肯定要问问他的感受呀 很难忘因为 就看到自己兄弟结婚了嘛 终于了嘛 就为他感到开心 享受这个家庭吗 因为看到你又跟家人一起去 对 很好啊 因为我跟阿乐的爸爸妈妈也很熟的 所以看到他们 很久没看到他们 他们都很健康 他们很开心啊 大家聚在一起 因为我们之前拍戏嘛 工作的时候跟放假的时候是不一样 我的心情是比较轻松的 从婚礼当天流出来的现场图 可见余文乐跟一众兄弟团玩得相当的嗨 不过作为余文乐多年圈中好兄弟的彭于燕 却被只从此成为了孤家寡人而失恋 更有人把王唐云跟余文乐行李时的照片 批成了彭于燕跟余文了 因为其实阿乐本来就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人 所以 那个是网路上找到的图 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 然后我希望 不管怎么样 大家都给你祝福 这是我做兄弟最爱让他开心的 好了好了 结婚本来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嘛 开开玩笑轻松一下而已 不过讲真的 从一堆新人流出来的结婚照看来 大家都猜新娘子十有八九是怀孕了 更有消息指出运气是三个月 彭于燕 你不可能不知道吧 我也不知道 你要问他 对啊 魔方全媒香港报道